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提案是 IVOD下載器的UI版的工具 主要是希望可以讓非城市背景人 也可以很容易下載IVOD 因為現在下載IVOD其實有點麻煩 我們做國際調查病床 其實我們除了希望大家 就是把質詢跟資料放上去之外 如果今天你覺得這段是有梗 我們也希望說 一般民眾他可以下載 然後就上載到Youtube 然後再會等到這邊 那現在的狀況是其實 那個羽商之前就已經有釋出 那個 command line 的工具 然後也有人去利用這個工具 去用PFP desktop 去打包成類桌面的層次 那這個就是他的畫面 這是已經有的東西 那這個層次他基本上其實是很有的 但是我們有請就是說 比較不是城市背景的人去看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這上面顯示的訊息太多 因為放上很多字 然後他的感覺會太複雜 不見的是他操作上面 真的太複雜 是感覺太複雜 所以其實本來只是想說 提案需要改UI 但是呢 我在昨天的時候做的簡報的時候 發現還沒有電話網站開版 結果這個說明成 他現在就沒辦法下載 所以當你輸入的時候 也發現他下面顯示下載 所以現在其實他是不能用的 對 那所以就是提案的部分 就是把它修改成說 希望可以開發 就是說可以抓現在的 給我的影片的工具 那希望他是桌機層次 不用這樣再會不夠 然後 因為既然是桌機 就希望會有Windows版 跟Mac版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桌機版 是因為 其實他這個東西要下 Commandline 那一般買的訓練主機 其實不見得允許可以下 除非自己 輸貨是有些 他有主機 你可以自己去 架他的那個 可能才可以下 所以就變成是說 希望是桌機版 那另外就是考慮到說 如果今天網站版的話 其實他的流程 是從IBOD要先下載到那個網站空間 然後再讓使用者從網站空間下載 那基本上以流量來講 其實大家就知道 這是一番可怕的 那IBOD他有些下載的時候 他是以職位檔位的 基本上 因為我們現在做這個 怎麼都是用志工的方式做 所以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 去承擔這樣子的流量 對 所以希望是桌機版 那我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做簡單的一個介面的提案 那當然在實作上 我們就還是可以去做調整 對 那主要是流程的部分 就第一步的話 我希望他就指導輸入IBOD就好 然後當他下一步的時候 就直接去顯示他的重要資訊 然後當他按下載的時候 他可以去知道 他現在正在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 他可以有一個簡單開啟下載資料 就知道他的影片傳到哪邊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 希望徵求的是那個桌機城市的工程師 那怎麼樣開發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再討論這樣子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請來找我 謝謝